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先给自己的游学打个广告 我会在10月19日和20日分别在河南的洛阳和安阳游学 洛阳能讲的地方太多了 咱们就择其惊要去讲这龙门石窟和白马寺 讲一讲佛教在中国的源起和流传 讲一讲中华文明还比较健康的那个时刻 那么安阳自然就是大名鼎鼎的殷墟 这个我们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这种信史的起点 那么距离殷墟不远的地方就是袁世凯的墓 那么一个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起点 一个是中国古代近代历史的终点 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如果您感兴趣就欢迎扫描这个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行报名 那么三喵和小尾巴在此谢谢诸位 好了 咱们言归正传 就是最近的乌克兰战争当中 我们表面上看的是飞机坦克大炮 这些看得见的武器装备和这种争斗 但其实在看不见的电子战战场上 双方也在展开激烈的厮杀 这不前几天俄罗斯一架号称最先进的 就生产了两架的那么一架无人机就坠毁了 可见在电子战这个方面 俄国军队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那么说起来电子战的历史那也算是远远流长 而它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 那是越南战争 当然我们知道越南战争 美国人是打了败仗 吃了苦头 但是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人他的这个电子战的基础 获得了质的飞跃 并且这种质的飞跃 至今还能够在美军当中有很大的应用 别的说美国军队当中 你要说最重要的飞机之一是什么 是EA18G咆哮者 这种飞机号称是除了F22和F35 美国军队最重要的飞机 那么可见他们对电子战是有多么多么的重视 那么一切追根溯源 就要讲到越南战争 今天他们就来聊聊这段往事 那么自打无线电技术被应用于军事上以后 电子战就已经是自发的一个行为了 1904年到1905年 日俄战争当中 日本军队是在旅顺边上去炮击旅顺港内的俄国军舰 那么日本的前线观测员和后方的炮兵阵地 是有无线电联系的 那么俄国就有意识地去干扰了这个平段的无线电 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第一次电子战 那么到了往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军队的无线电通信等等 包括雷达这些技术应用的越来越广泛 所以针对电子的这些干扰什么阻塞 这些技术也是慢慢的得到发展 在二战的时候 雷达已经是发现敌机的最重要的一个装备 那么针对雷达电波如何进行干扰 一开始是撒这种铝箔条 那么到后来就是针对某个特定频段进行干扰等等 那么到了战后地对空导弹成了飞机最大的敌人 那么这个地对空导弹 它的雷达包括它整个的作战都非常非常依赖于无线电 典型的就是苏联在50年代开始装备的萨姆二型防空导弹 那么这种导弹它整个阵地的核心是若干部雷达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善割这样的一个搜寻雷达 它能够在70公里外去发现敌机 并且能在55公里的距离之内 去同时锁定六个目标 并且能引导三枚导弹飞向目标 这在当时的确已经是最先进最先进的防空技术 而且这个导弹它去接近飞机的时候是无线电进炸引信 所以一切的一切都是离不开这样的无线电 这种雷达 所以说针对这种导弹 如果飞机想要活命的话 就必须在电子战上面下功夫 那么越南战争之前 美国是在这种导弹上吃过瘪的 1960年的时候 美国一架U2侦察机飞越苏联领空 就被这种萨姆二导弹给打了下来 但是这种事情毕竟当时美苏还没有撕破脸 出了这个事 我大概以后不派侦察机了 那也就没有往后的事情 可是到了60年代中期 美国开始卷入了越南战争 大量的机群开始朝着越南的目标扑过去 而这个时候 越南又得到了苏联 它援助的为数不少的萨姆二导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飞机就得直面这一最大的威胁 国不其然 1965年7月 一架F4鬼怪战斗机在越南上空 被萨姆二导弹给打的凌空爆炸 那么你怎么对付这种导弹 就是美国必须要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课题了 那么当时美国海军他们的攻击机像这个A6A4 他们是有这种雷达报警装置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善哥雷达照射到自己飞机的时候 这个报警装置会发出警告声 那么美国海军的飞行员就会操作飞机 偏离原来的航线 至少让这个善哥雷达很难跟踪自己 而美国空军想到了一些更加粗暴的解决方式 他们想在飞机上去装备各种各样的这种雷达定位定向装置 那么当雷达照射到自己飞机上的时候 雷达定位定向装置就会指出对方雷达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飞机要做的不是逃避 而是挂着炸弹火箭弹 直接冲向对方的雷达 把对方的雷达中枢给干掉 这个萨姆二整个的导弹阵地 是一个善哥雷达控制六枚导弹 只要把这一具善哥雷达给打掉 那么这六个导弹阵地发射的导弹 就是空中的大型飞行电线杆就没什么威胁了 当然你这么做 危险可想而知 当这个雷达定位定向系统发出信号的时候 那个电子战军官要操作飞机 让这个信号越来越大越来越强 那么直到在目标附近要目视 去找到这个雷达 并且扔下炸弹或者发射火箭弹 那么当时美国空军官这个叫野右鼠任务 那么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 自然也是怨声载道 而且他们没有多长时间进行训练 1965年7月 那么萨姆导弹已经在越南上空 打下了鬼怪飞机 并且发射两到三枚就能有那么一个战果 那么美国空军是紧急在佛罗里达进行训练 几个月之后两三个月之后10月野右鼠部队就已经拉到越南去实战了 守战告捷 打掉了一个萨姆尔导弹阵地 那么再往后 野右鼠飞机会经常的在空袭大部队前面去飞行 你只要越南的雷达一开机 野右鼠飞机就会冲着雷达过去 砖炸这样的雷达 那么到后来 美国空军觉得这样还是太危险就给这种野右鼠飞机升级的装备 什么的 百蛇鸟反辐射导弹 那么这种导弹是空军装备的麻雀空对空导弹 它换了个导引头 就是跟着对方的雷达波就过去的这样的一枚反辐射导弹 就是只要你的雷达开机 我就能这个导弹一直扎到距离你雷达很近的地方 那么把你的雷达给报废掉 那么有了这样的导弹 美国空军的飞机就可以不用飞雷达上空去投弹了 而是可以在距离雷达几十公里的地方从容的去发射这样的导弹 那么野右鼠这样的战术加上百蛇鸟导弹 那么让美国空军这一段时间对于越南的空袭 它的损失率大大大大降低 当然北越这边也不是傻瓜 很快明白美国这边是专门有飞机 专门有导弹去炸他们的雷达 怎么办呢 我雷达我不开机 或者我雷达我开机之后只要很短很短的一些时间 然后马上就关机等等等等 这样当然可以有效的保住自己的雷达 但是你雷达不开机你的导弹就是摆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美国空军终于能够去压住北越的防空导弹阵地的雷达了 当然这一切都是物理压制 但是我们再仔细想想 所有的萨姆导弹 它都是靠着这种电磁波去进行目标导引 去进行这种导弹的导引的 如果能够把整个的萨姆导弹的电磁波的频段给彻底干扰掉 那这无异于就是釜底抽薪 那么美国军队也不是没有想过这个办法 他们为了去搞清楚萨姆导弹工作的全频段的这种无线电波 甚至出动了几架无人机去真的让导弹去炸掉这些无人机 但是无人机在被炸毁之前发出了信号 已经能够让美国人解析出萨姆导弹全套的这种无线电波了 所以没事不要去拿这种火控雷达去照对方的目标 让对方可能真的会获得很有价值的这种军事信息 那么再往后美国是有这种干扰掉舱的 那么一开始美国的干扰掉舱非常非常的简陋 当时美国空军的想法那就是打核大战 那么这种干扰掉舱就是要跟着核弹一块扔下去 一次性使用的东西 但是有 总比没有强 这种干扰掉舱在拟合了萨姆导弹的这种雷达信号之后去进行测试 四架挂掉舱的飞机能够完全压制一个萨姆导弹阵地 一开始美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其实挺抵触这个 为什么呢 我掉舱是要挂在挂架上 我能挂炸弹 我为什么要挂掉舱呢 但是后来雪的教训让美国人明白 掉舱还是真香 因为你不挂掉舱不挂电子干扰掉舱的飞机去空袭 你这个损失力就是很高 那么你挂了掉舱的飞机去空袭 那么有军的飞机损失力就是能够降下来 都是用的同样的飞机 F105雷弓 那么这么一比较 美国飞行员终于是对掉舱心服口服 纷纷要求 接下来必须要在自己的飞机上去加装这种电子干扰掉舱 不过咱们话说回来 不管前面讲的野右手飞机也好 还是这种加装电子干扰掉舱的飞机也好 都是对于前线作战飞机临时改造而来 你像什么F100 F4 F105等等 当时美国空军还没有这种专职的电子干扰飞机 其实当时美国军队当中这样的飞机已经在研发的路上了 1963年美国海军把他们的A6攻击机改装了一个电子干扰机的型号 EA6A格鲁曼公司改造了 但是当时的电子干扰设备实在是不太行 那么整个飞机一个驾驶员还有一位电子战军官 让这样的一位电子战军官去操控所有所有的设备 那是忙不过来的 那怎么办呢 后来到了1972年 格鲁曼公司推出了EA6B这一型号的电子干扰飞机 四名成员 三名电子战军官 那么它可以操作飞机上的30个泰式感知的天线 而且9个电子干扰的这种吊舱 那么这种飞机美国海军非常非常的满意 赶紧的装备部队 当然EA6B服役的时候越南战争已经接近结束了 但是从此之后 EA6B参与了美军的每一次大小作战 那么在每一次美军空袭的大集群到达现场之间 总会有EA6B对敌方的这种防空导弹雷达系统进行强干扰 最典型的就是海湾战争 我们看的这个多国部队的飞机空袭的时候 就炸得让伊拉克的防空体系毫无还手之力 这当中EA6B这种全频段的电子干扰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EA6B和这个空军的EF111这两款专职的电子干扰飞机 那么当时的有军官说 说你看说到这个海湾战争 大家谈论的就是F117 F16什么各种扔炸弹的飞机 但是每一个场战争真正必不可少的就是EA6B 它不好看 但是它是美国最重要的飞机之一 那么当然了 这个随着时代的进步 毕竟这个EA6B的机体也已经老化了 它飞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它终于是撑不住 所以最后的EA6B大概是在2018年到2019年之间去退出了现役 那么美国海局马上有了更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什么呢 用F18超级大黄蜂的机体改造的EA18G咆哮者电子干扰飞机 那么这个飞机它的作战效能比EA6B那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曾经有一次在模拟演习当中 它甚至还能击落美国空军的F22 这可是比F18要先进一代的战斗机 当时舆论哗然 而就在这期节目之前不久 这个EA18G在红海上空击落了一架胡赛武装控制的那么一架无人机 这是电子干扰飞机在历史上的第一次空战击毁记录 特别讽刺的是这架咆哮者还是被配属于埃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 而这个埃森豪威尔号早就在胡赛武装的眼里被击沉 不知道多少回了 那么就这样 从越南战争开始 美国的这种专职电子干扰飞机 一直默默的出现在战场上空 你要说美国人的电子战技术是不是遥遥领先 这个咱们可以聊 但是美国人对于电子战 那是有切伏之痛 这毕竟是他们在越南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教训 跟他们一比 这士二军你说打个叙利亚 这可以是各种威武 无敌很有精神 但是面对电子战稍微上一点强度的乌克兰 就打成这个样子 只能说他们现在还在交学费 只不过不知道这样的学费交了以后 他们还有没有继续学的机会了 那么好 关于越南战争和美国电子战 这个故事咱们就简单的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